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CWC Channel IOS 7 升級完之後 相機有許多新功能 這個影片完整介紹 其中一個很棒的新功能 就是人像模式 當你在照相的時候 使用人像模式 現在你可以去編輯 人像模式裡頭的焦距所在 只要點選 你就選擇你的焦距 同時還可以調整景深效果 不過這個人像模式有一些限制 我們頻道獨家研發了一個捷徑 可以去突破人像模式所產生的限制 除了人像模式之外 IOS 7 其他的相機新功能 也會一併的在這個影片裡頭 來說明 人像模式的新功能 首先你先來照一張人像模式的照片 這裡我開啟的相機使用了人像模式 在人像模式裡頭來照相 請注意如果你的照相機太近的話 這個人像模式會無法成功 它會叫你離遠一點 所以當你在使用人像模式 請注意距離是一個非常大的限制 你一定要在剛好的距離之下 人像模式才會成功 重要的如果你在拍的過程當中太近的話 你照相去的人像模式 事實上並不是人像模式 你點選 左上方並沒有顯示人像模式 譬如說這張照片 我調整好距離 我選擇人像模式之後 我照下去 拍起編輯 左上方會出現人像這兩個字 才代表說你這張照片是屬於人像模式 只有人像模式 才可以使用IOS 7 的編輯新功能 選擇焦距以及調整景深效果 不過這個限制 本頻道在影片的最後會分享一個捷徑 它可以去突破非人像模式 也可以調整背景景深效果 好當你有了人像模式的照片之後 你就可以來編輯 當你點選下去之後 左上方會出現人像模式的標籤 這個是IOS 7 在相機上面 像模式的第一個更新 你可以去切換是否要人像模式 你可以開啟或者是關閉 關閉就是變成原始的非人像模式的照片 開啟就是人像模式 如果你的照片左上方並沒有人像模式的 標籤的話 並沒辦法使用人像模式的編輯 那接下來第二個更新是當你點選編輯之後 這裡多出了選擇焦距的功能 點選背景 它就變成背景是焦距 點選物件就變成物件是焦距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的焦距所在 變換景深的效果 那這個景深的效果 同時你還可以去調整景深的模糊程度 往左是最模糊的程度 往右是完全沒有模糊 接下來在編輯裡頭 你也可以去切換是否要變回非人像模式 只要點選這個按鈕 它就變回非人像模式 點選它就變成人像模式 另外在左上方這邊 你可以選擇燈光 自然光 攝影膨光 輪廓光 舞台燈光 舞台燈光黑白 以及高色調燈光黑白 那其他的功能就跟之前的一樣 你可以去做調整曝光的效果 增焰 亮布 陰影等等 你也可以使用之前的濾鏡 你也可以去裁切 那現在上方多出了一個叫做自動 你點選自動之後 它會去自動去裁切 你可能想要的裁切的效果 接下來點選筆刷按鈕 這裡雖然不是人像模式的一個特定新增功能 只要點選編輯 筆刷 按下加 你都可以加入形狀 或者是你可以去加入貼圖 你就可以把你貼圖的資料庫裡頭的貼圖內容 可以把它加入進來 其他的相機的設定也有更新 例如你看中間這裡有一條水平儀 是否你的相機呈現的是水平狀態 如果出現這個破掉的線就是非水平狀態 如果是一個完整的線 它就是水平狀態的照相效果 使用方式請到設定 相機水平儀 這個功能如果關閉就沒有那條線 如果開啟它就會有輔助的線 讓你知道說你的照相現在是否是水平的效果 還是非水平 第三個更新是鎖定白平衡 當你在錄影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會暗 有時候會亮 尤其是從室外到室內 室內到室外的時候 這種白平衡的調整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現在可以去鎖定白平衡 請到設定 相機 錄影 往下滑 最下面現在就有錄影時鎖定白平衡 下一個雖然不是iOS7的更新 但是這個功能有些人詢問 所以我也順便回答 什麼是鎖定相機 在我們照相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放大縮小的功能 它會去轉換你手機的相機 我開始錄影 我放大 我縮小 你看我沒辦法縮小到另外一個鏡頭了 因為現在那個鏡頭已經被我鎖定 因為在這邊我開啟的鎖定相機 如果我關閉的話 在我錄影的過程當中 我就可以來切換了 如果你是專業的攝影師 你對於照片的品質有要求 你必須要做後續的編輯的話 現在在照相的過程當中上方 你可以很輕鬆的去切換 你所要選擇的照片的品質 這有三個選項 包括了Rode最高 Rode12 以及JPG最高 那你可以開啟或關閉 點選一下就關閉 點選一下就開啟 按住不放可以來切換 那至於Rode跟JPG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JPG基本上它是已經透過了電腦軟體 來調整過的照相品質 不過Rode是最人史 相片編輯軟體 像是Photoshop 你就會希望說你的照片是Rode的品質效果 這樣子編輯起來會變得更好看 好那這個功能是可以去開啟的 來到了相機設定 接下來到格式 預設專業格式 點選 這裡你就可以來選擇 不過請注意 不同的效果所造出來的照片 答案大小會不一樣 那在錄影的過程當中 現在也可以選擇高品質的 上方就有個Polaris HDR的選項 可以選擇 如果你現在錄影的過程當中是屬於 使用的是60影格的話 將會無法支援 這個Polaris必須要使用的是30影格的錄影頻率 所以現在切換成30 你就可以在這裡做Polaris切換 當你點選之後呢 他會去計算 你最長可以錄影多久 那這個資源的釋放呢 必須等待一段時間 那在我的手機呢 最長的時間可以達到5分鐘 那這一集所介紹的內容都分享在本頻道所寫的書 叫做iOS7 更新介紹超完整攻略 如果有興趣 可以到影片的資訊區 來聊這本書的相關資訊 那這裡的更新包括像是 嘴平儀 Polaris轉換 鎖定白平衡等等 影片的最後來說明本頻道所研發的 捷徑 這個捷徑叫做合成模糊背景 他可以去突破人像模式的 景深效果的限制 影片一開始介紹的人像模式新功能 都強調說 這些照片都必須要是人像模式的照片 你才可以去編輯背景的景深效果 不過這裡 你只要使用本頻道所設計的捷徑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的非人像模式的照片 也可以調整景深效果 那這個合成模糊的捷徑 我分享在本頻道的網站 叫做cwcchannel.com 在影片的資訊區 你可以找到這一個文章的連結 事實上是本頻道之前所設計的一個捷徑 叫做模糊化背景捷徑 可以來看這個影片 那這裡我有分享的捷徑的連結 你只要用你的手機來到這個網站 點選那個連結之後 你就會開啟了 合成模糊背景的捷徑 點選取得捷徑 你就可以加入合成背景的捷徑 到你的捷徑應用程式裡頭 加入完之後 你這裡就會多出了合成模糊背景 你可以加入到主畫面 點選分享按鈕 然後點選加入主畫面 按下加入即可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點選來使用 那他的使用方式 請開啟你的照片 我們可以直接使用人像模式的編輯 來調整景深 這張照片我在照的時候 並非是人像模式 如果我想要調整景深 這時候就可以使用本頻道所設計的 點選合成模糊背景 接下來你要選擇 你要達到景深效果的照片 那這張照片是非人像模式的照片 我現在點選背景景深效果的模糊程度 如果你打的數字越高 那他的景深效果會越大 例如我做一個90的 讓他變得非常模糊 按下完成 那他就會去執行 那他現在的背景就出現了模糊的效果 同時他會去分割出你要焦距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你可以放大 縮小 你可以旋轉 只要把他放上去 另外如果你不想要的話 你可以重置 你也可以調整透明度 讓他變得很透明 或者是完全不透明 好了之後點選完成 他就會自動的儲存到你的相簿裡頭 現在這個相簿 我就有這張 具有景深效果的照片 舉例來說 這張照片 原本是非人像的照片 現在具有景深效果 這張也是如此 好那這個影片就介紹到此為止 希望iOS 7相機的新功能介紹 以及密技 對您有所幫助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不錯 可否請你按讚分享 訂閱本頻道 超級感謝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